如果说出道地的英文 所谓道地就是外国人怎么讲 我们跟他怎么讲 而不要说他讲他的 我们用词简直用我们的 这样子就不道地 所以道地有学问 比如说填饱肚子 我填饱肚子 中文常讲我吃饱 我填饱肚子怎么讲 外国人常常会这样讲 Gratify my hunger Satisfy your hunger 填饱我的肚子 填饱你的肚子 Gratify就是很高兴满意 让我的饥饿和满意 就吃饱了 Satisfy也是满足 满足你的饥饿 满足了就不饥饿了 就填饱肚子 Gratify my hunger Satisfy your hunger 你说这个人 他对别人的态度很随便 没大没小没礼貌 态度随便 外国人常常怎么讲 所以我讲过很多次 不一定只能这样的讲法 当然还有别的 但我们这边 我这边是选了一些比较道地 常用的 Take freedom with you Use freedom with me Freedom本来是不可数名词 可是它为什么要加S呢 所以英文常常名词 本来是抽象名词不可数 但是它也可以转变成具体的 就各种随便 各种随便 这种随便 要敲二郎腿 一下又站没站姿 做没坐下 所以它又转化成可数 所以这个很麻烦 所以常用 Take freedom with you 态度随便 或Use Take是拿取 Use是使用 所以我们这个不会用 我们绝对想不到用 Take freedom Use freedom 可是老外就这样讲 它习惯 所以就是为什么道地 为什么有的英文 两个英文都讲得很棒 可是你问老外 老外说没有 A讲得比B好 为什么 你说两个都很溜 都很顺 老外说因为A 讲得很道地 我们讲什么 它就讲什么 沟通上完全没有问题 无缝接轨 B的话也讲得很酸 可是它用这请示怪怪的 我们也听得懂 可是它跟我们讲的 不太一样 我们要转化一下 比较累 开采金矿 或是开采银矿 铜矿都一样 开采金矿怎么样 My goat My反正是动词 矿 各种矿场 也可以当 本来是名词 矿场 也可以当 动词 开采 所以英文 我们一定要 一个字很多意思 一个字很多词性 好几个词性 也是开采 也可以是地雷 意思很多 所以单字学会很大 这边开采 开采金字 你说金字 也是金矿 它也有金矿的意思 反正开采金字 My goat My goat 就这么简单 很多人搞不好 又想一大堆 其他很奇怪的字 所以我们学英文 就是要学道地的英文 不要学那个 我们自己用中文 是思考 然后想出来的 那个英文字 可能有道理 可是跟外国人 讲的不一样 像上帝祷告 就很简单 Pray to God 外国人就讲 Pray to God 你就不要用 其他的介绍词 用Pray to Pray to 你不要说 Pray in God Pray toward God Pray by God Pray against God 就不要乱用 Pray to God 对着 对着 上帝讲话 God一定要大喜 Pray Pray祷告 那我们说念经 念祷告 用Say Say Say prayer 不用speak 不用tell 不用altter 不用articulate 用Say prayer 散发香气 说那好香啊 你的房间散发出香气啊 你的身上散发出香气啊 或者水果散发出香气啊 这散发香气一般就不会 香气怎么讲都不太会了 散发用哪个字 Give out fragrance Send forth fragrance Spread forth fragrance 像这个一般中文不会讲 因为道地嘛 因为一般人就是 学中文 学英文说都是 这张课 老师教什么 我记了 还不一定全部记下 可是你不会全面嘛 除非你在外国住很久啊 经常跟外文结束 就道地一点 所以我这边的一个捷径 我把它整理出来 你也不用到外国去 我都把你整理的好好的啊 中文常用的 英文相对应啊 比较外国道地 所谓道地就是 人家常用就道地嘛 人家不常用就不道地 Give out 就是给出来啊 Send forth 就是送出来啊 Spread 就是涂抹出来 散发出来啊 Give out fragrance Send forth fragrance Spread forth Fragrance 都可以 这三个都可以 你要用哪个随便你 那时候我就只要记 Give out fragrance 其他要先Fourth Spread forth 我就不学了 也不好 为什么 因为英文程度就是说 同样的意思啊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 比如说你写一个文章 写一本书 或者常常聊天 中间破了好几次啊 同样的字 同样的观念 可是 你老是每一次都用同样的字 同样的片语啊 或者同样的诚语表达 人家就说 你只会这个 其他不会 可是你一下用这个 一下用那个 老外就 你对英文了解很够 这边就用这个字 或这个词 那边又用别的 表示你 智慧或词汇 很丰富 而且可以有变化 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罕见的奇才 少见的 绝无极有的 百年一见的奇才 A rare genius Rare就是很少见的 Rare Genius就是天才 A rare genius 我们说这个人上次听力 听不到了 本来听得到最近因为车祸 因为生病 因为受到什么打击 被人家打耳光打中 没有听力了 听不到了 笼子了 Lose my hearing 或是Lose your hearing Lose his hearing 都可以 听力就是hearing 听是动词吗 hear 加个ing变名词 hearing就听力 加ing就表示一个状态 听的状态就听力 Lose就损失掉 他们常用 Lose my hearing 我们说修剪数理 修剪逐笔 挨草虫 我们小时候常常有 竹笔疤的天空 常常常有竹笔疤 外国人也常常有 外国人独门独院 郊区比较多 可以用clip hedge 也可以用trim hedge 都可以 hedge就是竹笔疤的意思 clip 就剪下来 像剪包还是clip trim就修剪 像我们说剪头发 用trim就可以 一般不用cut cut hair 用trim hair 因为cut hair 剪下来 我们一般头发就是 除非你西装头剪成光头 那就是要剪很多 剪下来 那trim一般修剪 把修剪一下剪短 所以理法我们讲trim trim hair 比较少用cut hair 没有剪那么多 就修剪一下 用club剪下来 用trim 修剪一下也可以 我们说把希望寄托在我的儿子身上 把希望寄托在某人身上 我们可以讲 build my hopes on you lay your hopes on me pin his hopes on her 都可以 因为这后面 这个代名词随便用 build就是建造 建立 lay就是放下来 放在哪里 置于何处 pin pin就是定位 我们讲 卫星定位 定位 就是 就很精确的 把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进去了 所以这三个都可以 就看你自己用 有点喜欢用build 有点喜欢用lay 有点喜欢pim 当最好三个都记 比如说你有时候可以讲a 有时候可以讲b 有时候可以讲c 你的智慧词会更多 build my hopes on you lay your hopes on me pin his hopes on her 我们说这个打开眼界了 我最近出国一趟环游世界 打开我的眼界了 打开眼界怎么讲 哎呦不会 build my horizons enlarge your horizons expand his horizons widen our horizons 都可以 所以动词打开 我们说眼界 horizon是一个世界 一个horizon是水平 水平的意思 后来慢慢又变成 一个界限 当中文翻的眼界 就是你可以看出 水平面看得很远 你可以打开 中文是打开眼界了 英文就扩大 扩大了眼界 can you broaden can you enlarge can you expand can you widen broaden变得更宽了 enlarge变得更大 expanded变得更开展了 widen变得更宽了 broaden my horizons enlarge your horizons expand his horizons widen our horizons 我们最后再练一下 再加强印象 把英文学的道地一点 中文我们这边不念 自己看 gratify my hunger satisfy your hunger take freedoms with you use freedoms with them my gold pray to god give our fragrance send forth fragrance spread forth fragrance a rare genius lose my hearing lose your hearing lose their hearing clip a hedge trim a hedge build my hopes on you lay your hopes on me paint his hopes on her broaden my horizons enlarge your horizons expand his horizons widen your horizon 希望这些 都是我整理出来的资料 希望对你的英文 变得更道地 所以英文有时候 很好 可是好还差一点 不过道地 他也会说都听 也都会 都很顺 可是外国 我们中国人觉得 他讲得很棒 可是外国人不见得 外国人说 你是讲得很溜啊 很棒啊 可是你的用字潜失 跟我们不太一样啊 我们还要转化 你最好 我们外国人讲什么 美国人英文讲 用什么字 你就用什么字 但是无缝接轨 所以我们这个专辑 就是这样 学道地的英文 外国人用什么字 我们就用什么字 但这些事 都是我们中国 很不熟悉的 我们习惯用中文式思考 去想一个英文 什么表达 这样子 严格讲解是不好的 最好就是 你用中文式的想法 要表达一个观念 那外国人 他用哪些字 我们就跟着用 外国人一看 马上就懂 希望对你的英文道地 有很大的帮助 这一集讲这